每一个人都是一拍照上的起床 万万没想到张菊才是害死雷队的真正凶手 整件事情讲起来非常烧脑 七年前沈亿根据神秘女提供的一张小孩照片 画出了成年雷队的画像 这造成雷队被杀害之后沈亿也被害失去部分记忆 第九集的时候沈亿貌似恢复记忆并画出神秘女的画像 可没想到这幅画却在资料库里找不到信息 这是另一个案件的女主贺红出场 贺红在看到神秘女画像的时候 竟然说了一句你画我画的可真像 这让很多观众都认为贺红就是神秘女 实际上当时墙上有两张照片 一张是神秘女 一张就是贺红自己 所以即便是贺红跑路了 她也不可能是神秘女 明显这时编剧在故弄玄虚 幕后大佬不会这么早就被发现 雷队作为一个资深警务人员 能除掉她的人绝对不一般 所以凶手必然和雷队早就认识 从种种迹象可以推断出 这个人就是张局 杜成曾告诉沈亿 雷队被采访时不小心曝光了童年照片 因此杜成怀疑神秘女 是通过这条线拿到的雷队照片 实际上并非如此 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如此 那么神秘女必然认识长大后的雷队 根本没必要找沈亿画像 而张局之所以有雷队童年史的照片 说明两人原本就有血缘关系 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分开了 所以张局才不认识长大后的雷队 其实张局在剧集开头就已经暴露 当时沈亿到警队报道 张局就反复问了沈亿几次 这么多年来有没有画出神秘女的画像 在得到否定答案后 张局明显松了一口气 而张局让沈亿到警队作画像师 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监视沈亿 大结局中张局罪行曝光后选择了畏罪自尽 此时的沈亿彻底猛了 而崩溃的渡城则跪地大哭 他没想到杀害雷队的人竟然一直隐藏在身边 张局并不是一个坏人 他之所以要杀害雷队 完全是因为两个家族的恩怨 后边剧情沈亿将如何揭开张局和雷队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